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夏 今天的话是在四汇天光区翡翠市场这一边的 那么今天过来这里呢 主要的话是帮粉丝朋友预款56圈口的一个翡翠手肘 预算的话是在4000到4500之间 要求的话就是带有底色或者飘花的一个料子 能不能遇到粉丝的了 那这边的话先转换一下镜头 也带你们走进手肘去慢慢找找看 这边看一下啊 像这几款呢都是带有一个底色在 而且种嘴的话也是比较冰润的一个料子 同一手料子出 但是呢它这边的话是出了有几款版型的 这一款的话是一个圆条 这一款呢就是一个底色在飘花的 这一种要什么价位的 这一种 多少钱是吗 对啊多少钱一条啊 给你们这个价 6500一条 都一样价吗 这个小一点的还要那么贵 但是这一圈口的话都比较小 就这一款圆条也是才卡到一个52 你这一手呢 这一手的话要8000 这一手的话就是一个飘绿花金丝绿的一个品质 底色的话就相对是比较淡色细一点 这一款料子真的好美 它是一款圆条的一个贵妃版型来的 说真的像这一种的一个小圆条贵妃呢 确实是比较少有的一个版型 颜色的话也很好 它是一个满圈绿顶带飘纸的一个料子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种水 都是达到洛宾的一个品质 非常完美的一款料子 这一条的话是卡到一个55的一个圈口 53的话可以带 但是56的话就带不了了 因为贵妃的话它是比较小一点的 像一个小叮当桌的一个版型了 但是这一款的话价格也不便宜 给价的话都要1万2了 但是颜色还有种水都很OK 非版型的话它也可以接受 但是呢就是要找一些58的一个圈口了 这一款的话圈口差不多拿出来看一下 植物种水要好很多 它也是带有一个绿底的 但是呢就没有明显的一个花色在 而且版型的话是属于比较宽厚 你这一条什么价格的 这一款9000 这一款要9000啊 价格太高了吧 这种4000能不能谈 没有可能啊 最低多少吗 真的实在一点吗 你这一个颜色淡淡的 9000的话肯定就是看不到哦 因为那一条呢也是带有小棉的一个料子 今天呢市场是给它遇到这一款的圈口合适 这一款的话是比较清爽的一个品质 给你们看一下 底色带飘花的一个料子 4000的一个整处谈下 就是它这一边的话有一小段是有棉层在 但是影响并不大哦 食物的话都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料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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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